四山修斯 小孟方到晚 Z ZZZZZZZ 大家好 今天我是现在日本很流行的 文学系女子 最近我笔上的作家是 青森县出身的奇才 叫四山修斯 那就是这位了 我呢想更多的了解她一点 所以今天来到四山修斯的纪念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逛一逛 陪我聊聊 咱们这风挺大的 四山修斯纪念馆就是这儿了 你看这个指示都很不一样 这边这边这边的意思 哇你看你看 它特别有点软了这个 你看左半边是不是像一个小丑一样 右半边是它有点像咱们书房的那种板 所以里面有表啊 还有书啊什么的 大门到了 你看这个 也是左边 右边的意思 我们进去了啊 来 请进 嘛 прав 我 我 你真有玩意这么不一样啊 愿吗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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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站直 接约 很心殷ым的 看什么 看什么 这里好像 就像教室一样 很多小桌子 然后上面放个台灯 和手电筒 二 三 哇 你看 是他享受的照片 所以说就顺着这些桌子走一圈 那就是四山秀斯的一生 我们就可以参观 完了 哦 最近 拿手电筒来看 哇 你看 哇 手稿 哎呀 这有个老电话 来来 哦 妈呀 哎 有人在说话 说什么我都不敢听 四山秀斯他不仅是文学家 就是关门写诗歌的 他还做电影的导演 还会做作词家 还会做话剧导演 还有那个摄影师 还会做很多 所以他也被称为一个全彩 在刚才桌子上面也有 四山秀斯他的这个感觉和风格 是不是有一点与众不同呢 很有想象空间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说就越了解他 看他写的那个字什么的 就好像就越想知道 哎 就是他为什么写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的风格是这样的 就想去了解一下这种 就很有吸引力的感觉 四山秀斯呢 他被称为语言的炼金术师 这幅画是极川正通画家画的 但他的背景是大连 非常有代表的中山广场 还有大连的车站 还有大连的港口 这个画展就到4月12号就结束了啊 我们还可以到这游步道 哎 哇 哎 现在下雪了 等到雪再向大一点 全部都是白的 在这边走一走 挺好拿 移动移动移动 谢谢 谢谢 非常優秀 看见了 这边看见了 这个不是海的 是青森县最大的小潮圆湖 你看看 这边有一个小胡椰很漂亮的 哈 而且你看原本它有三个白鸟 我感觉好像是三个天鹅 因为太眼了 看不清楚 还可以喝一杯热眼 来这些热可可 哇 好喝 有世界的地图 那我们来贴一个 我要贴在这 哎 嗯嗯嗯 哎 参加热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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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尝一尝哈 谢谢 谢谢 我们去走了吧 真的很不错 走走走走 哎 我是四山修司的 扔掉手巾到自然里去 那我们现在就吃饭了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家吃啦 这家我们来过进去你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的是四山食堂的拉面 等着的时候尝上今天馆给我的 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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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文学系女子就变成美食系女子了 看这个汤是粘稠稠点是咖喱味的 这个咖喱真是好像馋在上面的感觉 味道很不错的 口感挺好的 他去欧洲那个表演的时候 据说就非常想吃日本的拉面 当时也没有日本拉面 只有意大利面 所以说他就用意大利面这样做了一碗拉面 然后他觉得非常好吃 很软 大家都认不认识这个炸鸡块呢 我们上次给小胡配音的时候过来吃了 对不对 大家都说好吃好吃馋 其实我也馋 所以我又来吃了 真的刚炸鸡 我搭一块对不对 怎么办 我好像真的太大这个我已经吃上眼了 哇 好吃 啊 吃饱了 我吃上咖喱了 好 吃饱了 谢谢 吃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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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吧 再来吧 谢谢 嘿嘿 四山修斯又回来了 噔噔 噔噔 是我 今天这天逛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不过看了他四山修斯的基点馆之后 我觉得像他做那么多的事儿好像挑战那么多 其实我们要是有想要做的事儿的话 也应该大胆挑战一下吧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呢 对不对 我们也许就是天才奇才呢 是不是 感谢大家今天陪我留在一天 好吗 拜拜 回看书去了 再见再见 北海道的下面就是青山 在那边 呃 去 到哪里 海道的边 呀 去